文章城8月1日,17集团董事长徐刘平,将首批限量定制款红旗L5的钥匙,交到了著名企业家曹德旺和著名演员金东手中,这也是红旗品牌2018年第一万辆和第一万零一辆产品交付。 在交付现场,徐刘平表示,这是新红旗战略转型的开篇,更是崭新征程的起点,徐刘平向曹德旺和金东交付首批限量定制款红旗L5的钥匙,自2017年8月徐刘平执掌仪器集团以来,为振兴红旗品牌,仪器进行了一系列大刀扩斧的改革,至今已取得阶段性成果。 成年会数据显示,6月,红旗品牌销量突破3000辆关口,上半年累计生产整车9235辆,累计销售整车9363辆,定制L5要严格审核申请辞职今年。 红旗L5车型的销量目标是100辆,但目前的订单量已经远超这一数字,我们的工厂正在加紧生产。 日前,红旗品牌内部人士对NBD汽车微信号NBD Auto说,作为新红旗家族的旗舰产品, 红旗L系车型,正在试图通过私人定制的方式打开市场,以交付超得望的红旗L5线量定制版本力,它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私人定制,而是通过富含中式新高顺元素的主题车型, 开放式定制和用户自有元素定制等定制模式,试图为用户打造独一无二的,专属化定制的新高顺至尊体验,但这种体验并非人人都能享有。 最了解,申请人资,只要严格审核,红旗方面会挑选最符合,中国是新高尚情怀人士的优秀代表,进行限量定制的详细洽谈和专属定制, 限量定制款红旗L5,客户可通过红旗品牌官方网站,填写相关资料,企业会根据客户填写号的资料进行层层删选,而之所以以此种方式选择车主,主要是为了避免一些潜在用户,日后在车辆的使用过程中,对红旗品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。 上述红旗品牌内部人士,向NBD汽车表示,据NBD汽车了解,红旗L5的基础售价为600万元,曹德旺和静东此次之为自逃要包购车,但由于定制版车型价格会相差较大,考虑到对客户信息的保护, 红旗对最终购买L5车型的售价实行保密制度,对此也没有分析指出,作为我国第一个汽车自主品牌,红旗在品牌知名度上只有先天优势,但始终没有在市场上得到消费者的认可。 而在汽车市场快速巴架的今天,如何改变红旗观车形象,使消费者由知道红旗变为购买红旗,是旗阵型的关键。 红旗复兴仍有挑战去年9月,石流频道任意气后不久便将红旗品牌重新定义为中国是新豪华,它誓言,要用最短时间,最快半年,最晚一年,使红旗品牌的产品质量和品质得到根本性扭转。 今年1月8日,亦气发布新红旗战略,即打造新红旗成为中国第一,世界著名的新高尚品牌,满足消费者对新时代的,美好生活,美妙出行的追求。 随后新红旗战略快速推进,在今年北京车展上,新红旗首次独立参展,主打年轻化,新民风的红旗H5高调上市。 从5月开始,红旗品牌销量有了显著增长,数据显示,上半年,红旗品牌销售9363辆,同比增长472%,其中红旗H5销量为5808辆,红旗H7销量为3555辆。 红旗H5上半年销量5808辆尽管如此,作为一期的核心品牌,红旗上半年销量仅占一期整体销量的0.55%,同时,今年红旗品牌的销量目标为3万辆,9363辆的半年销售成绩,也仅是完成此目标的31.2%, 此前,徐刘云曾公开表示,首先要分较好的产品,其次要增加渠道,三次改进内部激励约束机制,希望通过优秀品牌、优秀产品、优秀渠道、优秀管理和人,以及良好的机制来帮助红旗实现3万辆这一目标。 对此,由业内专家分析着,红旗作为一期旗下高端品牌,因历史原因,具有天然的品牌优势,但也正因如此,市场对红旗的期待较高,历史包袱也较重。 随着市场化运营与新技术引入,红旗品牌资产被激活存在可能,但要让市场买达并非易事,红旗的复兴将充满挑战。 徐刘平也在近日召开的一次那部会议,上则表示,在下一步工作中,以期将加强对市场的研判,全力完成经营指标,按照管中快进,能快则快递思路,做好未来10年。 特别是未来5年的战略规划,据了解,根据规划,红旗品牌将挑战2020年10万辆,2025年30万辆,2035年50万辆的销量目标,为了完成上述任务,2019年红旗将推出3款全新SUV车型,但2025年,红旗将有17款全新产品导入,未有改革,才能加速红旗振兴。 事实上,自徐刘平指向一期以来,改革便迅速成为该公司的关键词,未有改革,才能加速一期的创新和发展,未有改革,才能加速红旗振兴。 改革过程中,必须直面问题,直击痛点,瞭准一流,开拓进取,全面加强自主创新和新兴业务,实现战略转型和高质量发展。 要抓住全球汽车产业变革和新时期,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机会,坚决做到扛红旗,抓自主,强合作,很创新,快步曲,勇改革,努力打造中国第一,世界一流的初心服务公司。 在红旗品牌60岁生日的前一天,徐刘平对改革的意义如此表述,NBD汽车了解到,一期改革的方向是更加市场化,2018年是一期战略转型的基本之年,按照年初指定的稳重快进,能快则快递思路,一产品被主线,打好全面深化改革,提升体系与能力,降低成本费用,转变工作作风死大功奸战, 其中,全面深化改革被列为四大功奸战之首。 今年的北京车展上,徐刘平介绍哄其概念车,按照徐刘平的设想,一期集团复兴需经历四个阶段,第一阶段2018年,为战略转型机点期,销量360万辆,利润430亿元。 第二阶段2019年到2020年,为战略调整转型期,基本完成主要和重大调整,第三阶段2021年到2025年是战略增长期,结构调整的成果快速展现,增长速度明显极高。 第四阶段,2026年到2030年,为战略成熟期,努力成为世界一流汽车企业。 据了解,今年一期集团的重点工作,是完成集团销量年度目标,新能源年度目标和国资卫业绩计考核保级。 在7月20日,一期召开的2018年年终工作会上,徐刘平表示,下半年一期要抓好一条主线,做好四大攻坚战,努力达成整车销量360万辆,同比增长7.0%的整体目标,打赢一期战略转型的关键之战。 今年上半年,一期集团共销售政策,171.3万辆,同比增长7.1%,接近完成主要经营指标双过半的任务。 NBD汽车NBD AutoZen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对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